2020年10月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 国内体育赛事陆续复赛 全国女子和男子举重锦标赛 即东京奥运会模拟赛 先后在湖南绍阳和浙江开化进行 这两场比赛是去年12月 天津举重世界杯之后 中国举重队 十个多月以来的首次集体两下 比较渴望比赛 挺期待的 上台很兴奋 很想比好 给我的机会 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把握住 我们的队员从将军准备赛前 将军思想意志对手的模拟 这次比赛 从筹备到举行 历时一个多月 比赛严格按照奥运会的规则进行 为了更好的检验十个多月的集训效果 也为了让九书战阵的队员们从思想上重视本次比赛 中国举重队制定了很高的达标成绩 甚至还做出了达到或者超过世界纪录的要求 训练上差一点 比赛上肯定也是会差一点 所以现在只能说尽力吧 也想争取这次比赛的机会 赶在舞台上尽量地把自己展现出来 其实比赛我对自己的期望只有现实吧 就是有多少实力就有多少实力 与三位奥运冠军面对比赛的平和心态不同 身高1米78 体重150公斤 持有20岁的87公斤以上级的小将李文问 显得太过紧张 2018年9月李文问从福建进入国家队集训 仅仅参加过7次国际比赛 去年第一次参加试锦赛 她就以总成绩332公斤 战胜了该级别的俄罗斯名将卡什利纳 并在2019年连续打破女子87公斤以上级 抓举 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一时成为女子举重最大级别的绝对新星 然而这样出色的成绩 并没有从教练口中得到太多赞扬 当时市场一比完的时候 她就开始飘的状态的时候 我就使命地给她破冷水 你干什么呢 我们都觉得这只是你路上的顺路的事情 你还没走到最高 就是她的人生还早着呢 李文文作为中国女子举重大级别的新星 刚来到国家队就被分在主管教练 世界冠军吴美锦的小组中 经过一年多的配合 他们互相有了更深的了解 李文文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东北人的那种状态 就是炸炸乎乎的 然后呢 她是个很讲理的人 但是她又有一点不好 是什么呢 任性 就是这个我要占理了 我去 你说什么 因为我有理 你说什么 你不听 因为我有理啊 你计划 你说按计划 你安排的六组 你突然间告诉我 你要做八组 我你写的六组 主要你写的 你突然间改变了 为什么 啊 好不好 好不好 因为她胖啊 懒啊 这是天性 小孩子 懒 就她这也是 练两下 今天就是那种 我说咋了 又练不动了 没事 好 这个给你调了 练不动就不练了 然后呢 我偷偷在别的项目上面 哎 那个 你看 那个轻松吧 来 那个多做一点 那个什么 把她就连红带片 往前拽着走 一年多来 在训练馆里 身高和体重相差悬殊的师徒俩 每天都会围绕训练计划 摆事实 讲道理 沟通 成了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训练主题 他这个人啊 所谓的讲理是什么 你跟他讲道理 你跟他讲东西 你要理得通 他就做 你不通的时候 不行 不干 就是那种感觉 刚开始我是抵触这个体能 后来教练慢慢去 一点点引进的我练 慢慢让我爱上他 我刚开始练了 一个周围 我不愿练 我又放了 后来之后 有点针对我的伤病练 哎 我练了我伤病之后发现 哎 我的膝盖不痛了 我不痛了 那我肯定就是 可以认真练 因为他真的是对我有帮力 他自己又放小弟呼 所以说他这过程度 又要反反复复 然后一碰到一个问题 你看你看你看 来吧 我们又开捋一捋 然后一次一次 慢慢好 慢慢好 你拍我再不好意思笑 我平时真的是看这个 会给自己 我就很喜欢看喜 我真的会给自己笑到迷糊 我看现在队员校比赛期间 他越会酷了你 你那个 我不用控制 我都不只吃 你来给你看个屁股 我这一屁股都放满 嘴不闲着 遇到比赛的时候 那次一个人看电视 嘴不可能闲着 一直吃一直吃 因为之前是控制 之前确实是小孩 丢颜吃这些 橱片 尤其是渴乐 带气 越带气越爱和 这次比赛 中国举重队为李文文制定的达标成绩并不低 作为女子87公斤以上级世界纪录保持者 李文文至少要打破一项世界纪录才能完成任务 可是就在备战这次比赛的关键时刻 一个沉痛的消息 让20岁的李文文忽然成熟了许多 比赛当天 李文文作为世界女子举重领域 少数几个能达到320公斤的选手 这个成绩放在国内赛场 优势更加明显 因此比赛一开始就成了她一个人的舞台 后场区 李文文除了热身之外 多数时间都安静地待在角落里 她要慢慢地等待选手们 结束挑战自己的极限重量 因为自己的状态 没有什么 在这个比赛当中 当时就会想着 第一把不要掉 不要掉 没有想到这个动作怎么做 想抓紧的时候 我自己都感觉我心里脑坏了 就是腿也抖 心跳也快 十二号 不见 李文文的第一次试取 今天开把133 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把 状态没有完全记录 其实就啥没想掉了之后 自己也蒙全了 下来就想给自己的嘴巴 怎么能掉的呢 在自己的强项 抓举项目上开把失利 这让李文文无法相信 可在场下主管教练吴美景看来 发生这种不该有的失误 其实早有征兆 因为你刚刚拿到的世界冠军 你害怕失败 因为你一失败 感觉大家怎么看你 你自己背着包袱在走 你放开一点 我没能在意这些东西的 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因为怕掉 然后最后没有带到位 其实我放开抓 会很轻松的 信心满满 联系事举 也没有等待太长的时间 重新调整后 李文文在他那特有的 自我鼓励声中 再次出场 意思就是说 加油很点像啥 很点就是这样 就是这几个 好的 直接加到了142 对 这大级别选手 加10公斤呢 应该讲都不是有太大问题的 是的 好的 自己加完我还说 太轻了 我跟没有什么下载 走他说太轻了 我跟没有什么 142 嘴巴真的很轻 就是第一把 其实他还不该丢了 不要怀疑自己 想动作才是关键 我一直跟他们说 走好每一步 你自然 结果不会差 找到比赛状态的李文文 在停举比赛中 才真正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翻得非常轻 好的 上速显得更轻 三把试举 一次比一次稳定 尤其是第三把 187公斤 这是他近十个多月封闭训练以来 第一次挑战这个超世界纪录的重量 187公斤出现了 非常期待 我说你坚持地看我这场比赛 我要破纪录 但后来我爷爷没能说坚持看我比赛 但是我这种心里这个信念 我还是要去说 答应我爷爷 我必须要收到破纪录 他本身 他是一个比赛行为 在场上的那种气很重 所以说 这个东西最后一气合成的点 就是几个点连到一起的时候 我相信就可以起得来 这影片已经摆放好 187公斤 拼了拼了 我希望李文文能够在这次比赛 最后阶段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惊喜 好的 漂亮 漂亮 再次祝贺李文文 187公斤 创造了新的全国停举记录 同时超越了自己保持的186公斤的世界记录 其实那一下真的是说 我真的没有绷住 就算我爷爷当时过世那一下 其实我一直在忍着苦 那一下真的就完成了我爷爷的心 完成了我自己的心 我那一下真的是没有绷住 187公斤 李文文又一次完成了超越自我的挑战 329公斤的总成绩 也为他明年迈向东京奥运会增添了重要的砝码 冰箱台上 师徒二人携手站在最高处 彼此增加信任后 他们将一起实现心中的那份奥运梦想 我会想明年我一定要上 我自己一定要拿冠军 因为我会给我爷爷看